健康配样米饭还有烧烤鸡胸肉 加上每身菜从食材到卖相都走精致路线 这是旅行社的新尝试 每一团可待除了加强国内旅游 现在更开卖便当增加营业额 旅行社部分有部分的员工进驻到餐饮服务系统 从餐饮服务系统里面的流程 设计规划到它的一个所有的标准SOP流程 让它能够更标准化 加派人手还在公司总部增设餐厅 热乎乎白饭 便当盒一个接一个装 烤鲭鱼 鸡胸肉还有牛肉便当都只外卖 价格更是原本的一半 每天限量300个一下子卖光光 而有吃也要有喝 一杯杯手摇饮夏日透新凉 同样也是旅行社的新生意 一天就能卖出500到600杯 营收约2万元也算不无小不 线虾蛤蜊 辣炒海鲜 笔馆面 盛进外带餐盒里 五星饭店卖起百元餐盒 还有老板的家传菜便当鸡肉饭 加上太阳蛋 饭店便当价格比美食节还便宜 每到用餐时间大排长龙 绕了好几圈 就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已经销售高达快6000盒了 然后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平均每天单日大概是500盒 然后每天的状况大概短短20分钟 就会销售已空 连锁集团也推出牛排套餐便当 底夏天暖暖包保温做外送服务 各行各业受到疫情冲击 想办法转型先瞄准外带便当试水温 再次有黄星辰 离亭 太保导